欢迎收看长青台1月25号的新闻快讯 我们来关心国内新闻 兵州首席部长办公室在去年年中发现 这两个以林冠英名字注册的部落格 林冠英博还有U冠 于当时只是发表零星的文章 因此没有人加以理会 没有想到这两个网站近期被发现 发表具有煽动性及诋毁性的文章 兵城光大区州议员黄伟毅 今天下午1点到东北县警察局 针对兵州首席部长林冠英的肖像 遭利用一事报案 他谴责国阵网络枪手 利用林冠英的肖像 在网上发表不确实的言论 黄伟毅说 网络枪手再三玩弄种族课题 蓄意制造和污蔑反对党的行为 比猛虎还要恐怖 而且还做出莫须有的栽赃 蓄意制造假新闻和言论 然后套在首长身上 他说州政府曾多次指控 但还是无法遏止网络枪手 继续玩弄种族和宗教课题 他认为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首长本身只好向警方报案 以免继续被污蔑和栽赃 黄伟毅指出 巫统网络枪手已在挑起非马来人课题 并企图把非马来人 塑造成马来人的敌人和返回教分子 这种蓄意制造种族分裂的行为 确实非常过火 同时超越界限 这种不重视种族敏感的态度 明显是在破坏种族和谐 他认为 这种处理方式 已经让事件从政治课题 演变成捏造新闻 这是非常可怕和过火的 所以他希望警方进入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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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